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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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今天好像回母校 自己讀過一家學校 因為學校裡面 它沒有教我的東西 但你自然會吸收很多 他們對時裝、美學、音樂、形象、銷售 所有東西突然會吸收 其實每一個人的 才華或本能 其實是被迫出來的 是自己迫出來 或是在環境迫你出來 你不迫的時候你估計不到 你估不到自己原來有這樣的東西 應該是在街口帶個咪 買東西、賣刷 環境迫到我這樣的時候 原來我是做到的 每個人其實不應該低估自己的可能性 無論是做很高或很低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都是被迫出來的 不過看看 迫你的是你自己 還是一些你討厭的人 有些是你討厭的人會迫你的 譬如你老闆抄你 你沒有工作 你突然要找另一份 但你找到你的興趣 那就是迫你的那個人 所以我會很喜歡被人迫 有時候覺得自己不夠迫自己 覺得自己是否應該還可以做多一點 就是因為自己不放過自己人 我都會問自己是否不適合 是否做得不夠好 我是否應該做其他事情 但你可能想一件事 去證明自己是否是 我都每天問自己是否應該做 還是不做 還是遲些先 還是怎樣 因為做了那幾次之後 然後做了草莽 然後跟阿葛又做了一次 然後剛剛我做完那個舞台劇 我都在想一件事 其實在想一件事 其實在想一件事 是很久之前在想 是否應該把心一橫 再不把心一橫 都已經差不多了 夠了 要的話何時要 但有些事情是可能再遲些做 我個人未必去的狀態已經是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Facebook page 喂喂 訂閱了沒有 Yeah